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胖虎给了五天的时间给大雄 只要他能够完成任务 带傅坚过来 头上的青青大草原这笔账可以不再追究 但事实却是 大雄也没见过什么傅坚 只知道他是一个影子杀手 就这样一脸过去了好几天 大雄连傅坚的鬼影都没打探到 一次突然被同伴戏友人士的京剧点醒 于是找到一个替身勇言大主来扮演傅坚 但经纪人却拒绝了他的演出邀请 只赢大雄没有剧本 没有任何导演的经验 简直比王家卫还要乱 大雄依旧不敢放弃 最终要自己的真诚打动了大主 至于剧本什么的 只有故事大卡 取取了全让大主自由发挥 而排气也只是借用别人的场地和设备 做做样子而已 很快就来到面前大佬胖虎的戏份 大主扮演起杀手来有模有样 甜巧的行为动作 更是有一种个人的风格特色 只是没想到 他会突然掏出道具上歇持胖虎 接着还从窗台跳了下去 好在其他人早已准备好蹦闯 不然就真的是 脏破盖了 连续几次的天刀动作之后 胖虎好像喜欢上了大主的这种个人特色 决定将大主入帮派美项 最终大主成了胖虎身边的一名情星 在跟着另一名情星 和买家做军火交易的时候 自都现场一帮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 胖虎对大主开始变得信任起来 还特意请达到大牌杖 戳了一顿 之后安排他去暗杀政府的会计人员 甚好大雄即使出现 逼制止了他 最终胖虎还是知晓了大雄的诡计 而大主却还依旧被蒙在鼓里 以为这一切都只是排行 直到最后来到一场 色察胖虎的气氛 大主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感叹病大的同时 还觉得有点可惜 没有将自己的整个表演过程记录下来 玉子偷偷救出了众人 最后却被胖虎掳走 大雄想留下大主一起去救玉子 但大主却不想掺和这些事 拈走之前 还发现护身虎不见 于是来到电影院寻找 看到自己第一次做男主角的电影 终于出现在电影院 大主不仅热泪两行 大雄和大雄一起去解救玉子 并商讨了对付胖虎的计划 两人用会计 搅换胖虎手中的玉子 等到玉子过来之后 会计再溜回来躲到车后 立刻准备好了人加办会计 假装中将跳进河里 另外一个人在搭上会计 逃离现场 整个计划一进到底 一气呵成 接着一帮群员加办歹徒闪亮登场 和大主上演了一场无厘头的忽悠大戏 随之一个黑人突然杀了出来 这个家伙就是传说中的影子杀手 德拉副奖 大主当中有手指比出枪的手势 对着黑人就是一阵激情扫射 吓得这家伙 当场泌尿系统失去控制 其实 这也只是在演戏而已 看完后 我只想说 一本上一月2008年 有一种荒诞许剧的表现形式 为我们呈现了怀旧的电影极调 被网友誉为是日版的许剧之王 孵化到旁边 很有复古怀旧的味道 同时也带了强烈的舞台剧风格 喜欢的大伙伴 就去看一下原片